2024總統大選倒數17天 我們來看到今天最新的民調 ETU TODAY這個民調雲所公布最新的民調顯示 民進黨賴肖沛略增了1.9個百分點 是來到了38.1保持是領先 而另外呢國民黨的侯康沛會是維持34.8 是第二名 民眾黨的柯英沛下滑了1.5個百分點 目前是到了19.2 好 這是ETU TODAY所做的最新的民調 但是我們仔細來看看內容的部分 仔細來分析一下 賴肖沛呢在本來比較弱的50到59歲的族群當中 比較上一次調查增加了15.9個百分點 但是呢在政黨傾向方面 卻是大幅流失了20個百分點 這個潛率的支持度 而另外來看到侯康的部分 侯康沛呢整體的民調是持平的 在各項的分析當中也沒有出現明顯的落差 好 倒是呢柯英沛的部分 柯英沛呢在泛率的支持度當中 好 來看到賴肖沛呢支持度轉是38.6 好 比原本的支持度呢是增加了0.5個百分點 侯康沛呢支持度是轉為37.8 比原本的支持度是增加了3個百分點 好 倒是呢柯英沛支持度是轉為16.6 減少了2.6個百分點 好 我們看到那這個呢前兩名的賴肖跟侯康沛的支持度 相差多少呢只差了0.8個百分點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接近了 好 我們來看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昨天晚上到了雲林大造勢 他也替藍營小雞站台 雲林鄉親呢是塞爆了現場 這底下是一片的國旗海 狂喊著動蒜 非常的壯觀 侯友宜呢在台上也是火力全開 炮轟賴清德 愛台灣只是出一張嘴 害死了台灣人 而農產品賣不出去 反倒是戰機會天天來 侯友宜 動蒜 友宜 友宜 侯友宜 動蒜 動蒜 侯友宜 侯友宜 韓國瑜全台跑透透替藍營小雞站台 雲林鄉親超熱情 瘋狂尖叫簇勇歡迎 侯友宜上台 火力全開 炮火對準 賴清德 這些人都出一支嘴啦 用嘴在愛台灣 愛台灣 又用台東的方式引戰 六甘杯我們都戰機 不然你有栽調 讓我們農民賣出嘛 戰機賣來嘛 侯友宜狂紅賴清德 愛台灣出一張嘴 才讀金孫 到了選舉期間 台獨二字卻絕口不提 是在騙選票 你每天在看台東 這個選舉不敢罵嗎 這張不知道 還是對折 我看不 有選舉都用意識形態在操控 這張就是要騙選票 現在騙是騙選票喔 不只台獨省主牌 藏好藏滿 民進黨貪腐 必案重生 綠能你不能 黃清國戚 八年來荷包賺寶寶 雲林女婿韓國瑜臺上疾呼 侯友宜 炫上就查 我們全力恢復特徵族 專辦貪污的大官 我們一定要台灣的政治 天上的烏雲離開 讓台灣的採雲再現 我侯友宜 做一死人的警察 做一死人的國民事務 不給我拿到一家人 要客人 媽媽就不選總統 不要命人的愛情 宣戰倒數 國民黨展現大團結 分工合作 趙少康分進合集 來到新竹市出席 兩岸與外交政策青年座談 提到總統政見會 他認為侯友宜表現最好 面對賴清德之一 侯照配林女莉 趙少康直接開酸 這次找小美琴 真的是你自願找的嗎 還是美國強迫你的 還是美國因為不信你 怕你這個給台海引起戰爭 所以派一個小美琴來呢 強調當選後 內閣會用能幹的國民黨 立憑政黨輪替 要下架貪腐民進黨 好 來看到2024大選 第二場的總統候選人政見 發表會昨天下午舉行 好 我們就來看到呢 三方都針對於兩岸的定位 進行了藍綠大戰 好 我們就來看到侯友宜 他認為說賴清德的台獨路線 就是兩岸跨不過的萬重山 台灣現在最怕的就是內部分化跟對立 臺灣不要藍綠對抗 臺灣應該要顏色共榮共好 團結在一起 但是看到賴清德 現在是不是故莊呆催基本盤呢 他就批評說 國民黨是為臺灣帶來三大禍害 第一禍害就是國民黨死爆 一個中國的神主牌 造成的國家認同的分歧 影響到國內的團結 但是賴清德昨天的這番的談話 是一改的臺獨低調的發言 朝著獨派立場靠攏路線來進行 我們來看到今天呢 在中國時報就有一篇的社論談到 兩岸是否兵凶戰危 是由選民來決定 民進黨為了實現臺獨的目標 升高兩岸的對立 藉機一面倒向美國不息的引戰 兩岸兵凶戰危 絕非是中共大外宣 更不是認知戰 而是可能的危機 如果能夠透過良好的管理 危機就未必是會爆發 這管理權就在選民的手上 2024大選我們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2024大選第二場的總統候選人政見會 昨天下午舉行 而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 第二輪發言主打兩岸經貿交流 他認為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兩岸的關係搞得很僵 也導致了農與民的權益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而民進黨過去呢 批評FR是糖衣毒藥 但是現在依舊是高度的依賴 而且不敢廢止 同時呢 侯友宜他也質問賴清德 過去民進黨說兩岸開放直行 會上演木馬圖成績 但是看看現在 臺灣有哪一座城被吐了呢 臺灣的農民 真的有夠艱苦的啦 我記得 兩岸簽在發的時候 享有簡易還有快速通關的便利 臺灣不少的農魚產品 要賣給大陸 很順利啊 過期翁來 翁來社交 包括接班旅 順順利利啊 民進黨接政這幾十年 農華國安特地 尤其 為了簡易的問題 也不去溝通 也不去協調 所以都沒有改管嘛 你沒有改管 農民的潛意就犧牲了嘛 那就是台東縣的饒慶林 他就去社交 往來社交 去協調說 台東的病重害防治 我來加到國際標準 人家對方就說 6月份 就同意 對台灣的 往來社交可以進口嘛 啊結果呢 人家當中拼到 你們農業部長成績中 怎麼說 他說配合中國旗武啦 那治病國格 這個標準 不可以篩準 還陷欺灣 你們過去說的約法 是唐一毒藥 結果你依賴約法最深 以前又說 說簽了的時針 就家 沒找不到 家母 找不到 我們的孩子要去黑龍港 七年了 你不敢費子 要換 尤其你講一條 兩岸直行 就是木馬圖城記 我請問台灣現在的 哪一個城被圖了 所以我來講過一句 中華民國憲法 是我們的兩岸的護國神山 那先生 你告訴我 台獨子張 卻是兩岸 和平 發不去的萬蟲山 愛卿的先生 你的台獨的時刻 要去改一下 無法 物質的理性看待兩岸的關係 我做總統 平等尊嚴友善 底下 EFA的問題 盡速協商 大陸官方出手取消 EFA中12個進口產品的關稅優惠 石化業受到的影響的首當其衝 而消息一出之後 這業界沸騰 因為這12項石化產品 今年對大陸出口額高達18億美元 而如果是EFA被全面取消的話 這恐怕會造成產業的外移 因此工業總會 商業總會 還有工商協經會都期望 政府盡快尋求多方管道的協商 而至於政府說 EFA影響不大的說法 許多產業界大佬都看不下去 諾批 我們企業可以說是影響不大 但是政府不可以 因為就算是受到影響的人 只有1% 那也是20幾萬的國民 而且他們就是最弱勢的 是政府最應該要保護的人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MING PAO CANADA 歌詞 SPEC 接著 有靠音 經典 又 請 我們